自生完宝宝后 香港演员袁永宜逐渐淡出迎评 一心在家做全职妈妈 身上来内地出席活动 而今宝宝已满七岁 袁永宜也全面复出 并写其主演的新作品《龙门标局》 来经卖力宣传 本以为是因已婚当妈的缘故 在该剧中与男主角郭金飞的感情戏份 显得有些轻描淡写 不过谈即拍亲密戏 袁永宜却表示并不避讳 只是对男搭档十分挑剔 过去非洲有一点保留了 牵手就算了吧 因为看到他就会 因为他常常会抱 突然间演出那种 那个样子很衰 你就见到他 你就怎么吻下去呢 你明白吗 常常就忍不住笑 你配一个什么样的男主角 你会比较有呢 当然 当然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 演我初恋情人的路易 就是见到他呢 真的是 真的很开心 我整天的很兴奋 兴奋的状态 对 那如果跟老公演这首戏的话 最好不要了 因为我跟他演过戏了 就是差一点吵起来 我觉得我为了保存我家庭的幸福呢 还是不要跟他演戏 袁永宜不但聚于老公张志玲 在合作对于老公拍激情戏 更是120%的放心 谈及《冲上营销2》中 张志玲与剧中美女上演的 大尺度床戏 性格直率的袁永宜 不但表示不需要报备 反而劝老公多拍一点 小编这里只能说句 您未免有点心太大了吧 最好多一点吧 为什么 对吧 因为好东西不要浪费嘛 点得多看一下嘛 发布会当天 另一个焦点也落在了编织 宁财神身上 对于近日 于正暗讽杨幂主演的小时代 是烂片一世 有媒体问及 如果宁财神捧红的演员 姚晨也拍烂片 作为影评人的宁财神 是否会直言不讳呢 老姚肯就有可能会接烂片 但是她不会演烂角色的 就是就以她的能力 和她对自己的要求的话 就至少比如 不管电影好不好看 她那个角色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你也是影响人吗 会就是会因为姚晨演这个角色 然后碰进这个片子 有可能啊 请不吝点赞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